大家好,我們在公益中做收工 我叫阿簡 我是Justin 我是Ann 在開始表演之前,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其實大家雖然放了休息 但是大家的眼神都非常迷惘 其實如果讓你思考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你可以做收工一個小時 對,即是馬上走就行了,做收工一個小時 再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你有想過如果你做一個小時收工 你可以做甚麼 做一個小時收工 即是我馬上走就行了,我會做甚麼 先問問MC哥哥 Averson,如果你做一個小時收工 你可以做甚麼 如果好天,我可以打球,還有運動 打球?很健康 不如我們先問問裁判 徐瑩先生,你會做甚麼 我還是回家工作 這些熱愛工作 我想我下班當然甚麼都不做 先說這麼多說 不過其實我們預備這個表演的時候 我們真的外出做了一些街訪 不過我們看看一些真實的受訪者 他們的意見是怎樣 就是兩千塊錢 你可以怎樣 尋找的,想的 很意見… 我當然想 想的 想的 當然要做收工,當然要做 是真的 做一個小時收工嗎 當然想的 上去做兩個小時 對 還要是想兩個小時 我會去隔壁 我會想回家看電視 做一個小時下班的話 我會想去喝杯咖啡 我想回家做我喜歡做的事 例如去看書 聽音樂 如果可以做一個小時下班的話 我想再次被人放學 基本上是不想的 因為有很多工作 做不切都是走不了的 但如果是一年一年 所以說是真的 是為了做善事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沒有教會 這位女士說得完全正確 完全是我們的核心想法 如果一個小時下班 有同事做到善事 大家想不想嗎 我就很想 我們先看看怎樣玩 首先我們用一個小時的時針 換一個小時下班 我們日期會在11月1日 星期一的工作天 其實我們怎樣玩 就是想雇主同意 去早收一個小時 就由雇員去捐錢 一起收工 我們看看現在的現況是怎樣 我們看到香港人的工作 非常忙碌 我們看到這個方法 是令他們放鬆的其中一個途徑 而且這個活動是屬於一些比較捐款 就是捐款可以參與到的活動 所以我們會看到他們比較受歡迎 而且在公約金的籌款中 我們發現年輕人的參與度 是比較低的 我們之後會再說更多 這個重要的日子 就是公益金便複日 這一天簡直是學生全年 最期待的一天 為甚麼 因為我們可以肆無忌憚 穿自己喜歡那套衣服 不管那套校服 然後直衝進校門 因為我捐了錢 所以我有特權 去做我 有特權穿得漂亮 穿得型地上學 想起也開心 看著旁邊的人 說你穿得這樣 其實這個早收工 這個活動計劃設計 是給年輕的員工的 其實很想引起他們在校園裡的熱血 青春的集體活躍 大家一起參與的同時 我們很想把這個概念帶進職場 就是全年只有這一天 是這一天 你可以不用加班 香港人聽到不用加班 應該罷了 還可以早收工 為甚麼不參加 這是一個被打工仔選擇 自己用時薪去換宿於你的時間 從而在職場裡鼓勵慈善公益 第二點 一提到公益金 大家一定會想起 公益金、百萬行 首先手向前行 這首歌心日文心 簡直是從小聽到大 50年了 我已經聽了20年了 但其實這個傳統的籌款活動 固然有它存在的寶貴價值 大家都不會質疑 不過是時候有新血加入 就是早收工這個活動 一個全新的玩法 全新的籌款活動 由員工自己去決定 上班的時間、下班的時間 同時他捐錢 向老闆買一小時 想起也很爽 我向老闆買一小時 對吧 其實除了為員工之外 我們也很想為公益金 建立一個新的形象 有活力、正能量 其實除了在學校裡 打破常規的同事 在職場 他也可以打破常規 從而去吸引一班 年輕的捐款者 第三點 其實當我們去設計 早收工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有一句忠心句子 環繞著 就是儘管你和我的時薪不同 不過我們所擁有的時間 同樣寶貴 我們很想在職場裡 建立一個正面的休息氛圍 香港的工市場壓力大 大家都知道 我們覺得是時候 關注一下僱員的身心健康 用這個機會去建立一個 給香港打工仔休息的空間 其實只需要你一個小時的人工 無論你的年資、職位、能力 其實你都可以換回這個小時 再背後 其實我們想帶出一個訊息 無論你的能力高低 我們都知道你需要這個小時 其實早收工真的超級吸引 怎樣吸引法呢? 正能量 最重要的是什麼? 酬土錢 最重要 非常之簡單 其實我們很想透過早收工工益中 去宣傳 其實我們很需要正視身體的需要 我們很需要去休息 和回應我們內心真正很想做 也都很久沒有做的事 同時最重要的是 可以捐款幫到人 所以我們很感謝 首先很感謝公益金 已經幫我們建立了這個 hashtag 就是公益中早收工 這個 hashtag不單止是介紹到我們的活動 同時也是一個 即將成為一個熱潮的一個tag 在Facebook或者社交媒體裡面 只要他參加了這個活動之後 他絕對是可以tag這個tag 然後跟大家說 我今天早收工 還可以靜靜地說 其實我有捐錢幫到人 在滑命之餘 同時可以宣傳這個正能量 在社交媒體裡面 進入這個正面的氛圍 另外我們製造了幾張key visual 這些key visual 都是用這句句子 做一個中收工 我可以讓人去想 其實你想做些什麼 這個鐘是屬於你的 其實我們看到那些手寫字 是由我們的受訪者親自寫的 代表其實那個鐘是屬於你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另外我們會在MTR的燈箱 去下廣告 做一個強烈的對比 就是我們上班下班 要逼車逼地鐵 其實真的很辛苦 但我們看到這個廣告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想 其實我們早收工一個小時 我們可以做一些很久沒有做事的 例如我很想拍照 我很想游泳 那些都可以去做的 另外我們都是要不忙 去宣傳給老闆和員工的 例如我們有老闆的version 的email 就是一個正規email 去說其實我們很需要 關心我們員工的身心健康 另外也是提升我們的企業形象 另外我們員工version的EDM 就會有一些圖片 去吸引他們去參加這個活動 以及更加容易了解這件事 是怎樣運作的 是的 第二點 既然是一個全新的籌款活動 最重要是什麼 當然是籌到錢 對吧 其實除了活動籌到錢之外 其實我們也很關注活動的參與人數 所以我們看看圖表 我們發現公益金的籌款活動 大概分兩類型 第一類型是勞動型 就像百萬行、公益慈善、馬拉松等等 其實是他們參加 就是需要自己去搏一些時間 而且另外可能要籌一些錢 他們才可以參與活動 是的 第二類型 我先叫他們純參與營 其實純參與營的活動 就像蝙蝠日一樣 它是一些你給了錢 做一個行動 就是大家可能全城參與的活動 其實我們早下班 跟蝙蝠日的性質很相似 所以我們也是後者的 就是純參與營 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個參與人數 參與人數 麻煩你,上一版 其實你可以看到純參與營 他的成績非常理想 簡直是多幾倍 而再看他籌得善款 其實那個成績也非常帥 他真的有幾倍 我們假設 即是大膽假設 早下班可以籌到多少錢 我們看看 根據政府統計處 全港每月平均收入達1萬元的人 全港有300萬人 我估計我們的計劃 初初未必接觸到這麼多公司 所以我當作0.5%,即15萬人 他們每個星期上5天工 然後每天上8小時 平均時薪是62.5 把這個數字再成15萬 其實我們估計 最後是籌到937萬 當然這是大膽的估計 我們還需要小心求證 好,接著一個成功的籌款活動 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可行性高 我們這個計劃就是夠簡單 我們提供三個步驟 首先邀請一些有興趣的公司 我們一起去參加這個活動 第二,我們去網上捐款 給員工一些機會 一個平台去捐款 第三,就是名流千股 好,這些就是我們一些網頁的Mockup 網上報名的表格 還有我動用的資源就是網頁設計 人力資源 好,10分鐘已經夠了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謝謝